整個政治局勢 我們越看越覺得說 真的有點精神錯亂 比方剛剛不是講到說 趙少康他說有付租金 可是畢竟是左手出右手進的 這種概念 那瑞德哥還有一塊是 柯文哲跟趙少康的 特水果 柯文哲就罵趙少康 你不是說什麼 當選一年內沒有推 內閣制你就辭職 他就說你知不知道修信有多困難 要四分之三有多困難 在那邊吐槽 不是一年就可以完成 那你是不是覺得自己選不上 還是你覺得副總統薪水少於 中廣董事長選上了 想要直接落跑 因為他覺得說你這個辭職 就表示你根本不想做 那你是不做 反而你這個副總統 可能是一個跪姿 一個靈演這種概念 那趙少康就覺得莫名其妙 內閣制是你提的 我是給你跟上你這個意見 然後就是說我們一起來推 你怎麼這樣子冷嘲熱縫 做人厚道一點 沒想到再去問柯文哲 柯文哲回說 你中廣董事長什麼時候要辭掉 難道是非對錯 你會不知道嗎 那我就覺得有點錯亂 說他們不是 當然說藍白不合了啦 可是在票的流動的部分 這樣賣賣之後會有助於選票 流動到柯文哲嗎 柯文哲最厲害的地方是在哪裡 是他這張嘴嘛 對不對 兩個嘴皮子 然後呢 那麼靠他這張嘴跟趙沙康兩個打吹夠 因為很簡單 因為何友宜不是他的對手嘛 我昨天在時期的節目有比喻過趙沙康他的狀況嘛 趙沙康自取為穿銀袍 然後騎白馬 然後抱阿斗衝出去往前衝衝衝衝 衝出死路了以後突然低頭一看 阿斗拉阿斗拉阿斗拉阿斗到哪裡去了 阿斗掉了不小心掉了你知道嗎 阿斗在中南部了不好意思 我沒說什麼 不要對號入座 朝朝開現在這邊請問一下 中華民國選舉史上酸副總統的人 還要自己搞一個敬辦 不容易 一個月還二十萬 你敬辦是給侯友誼的 侯友誼有敬辦 到侯友誼的敬辦區就好了嘛 你自己還搞一個敬辦 自己現在是怎麼樣 多頭馬車兩邊 他有講他們就是雙頭馬車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自走怕我就跟你講啊 你就自己騎著白馬就往前衝了嘛 你都沒有在管那個 你懷崩懷中的阿董 到底怎麼樣的嘛 所以他一定會跟這個 趙阿公靠這個對不對 這剪那剪 這爬那爬那爬這樣嘛 那嘴快 有時候講了嘴快 要叫人家支持民進黨 就是會發生這樣的錯誤嘛 然後呢 柯文哲也是啊 柯文哲既然靠了一張嘴 他怎麼會放過你嘛 所以兩邊在那邊打來打去 對不對 打來打去 打得非常的可笑嘛 大家一個最沒誠信的人 在那邊說 我就是誠信 我一輩子最求就是誠信 就是清廉嘛 然後另外一個 那個趙阿康 趙阿康最近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戒選的事 有沒有 李明那個李竹戒選的事嘛 我覺得非常可笑 為什麼 因為他說 難道這些里長 到對面去 就算接受人家招待 吃人家一頓飯會怎麼樣 就是趙阿康比如說 就說我請記者吃飯 吃了一頓飯 你們就會支持我趙阿康嗎 對不對 所以不用怕統戰嘛 業藝署的不用怕統戰嘛 國民黨的調調都這樣嘛 還有柯文哲調都這樣 我們還要去反統戰 如果他這一套是對的 如果他這一套是對的 這樣我告訴你 所有的這些警察 去接受業者喝花酒 都是沒有關係的 你為什麼 難道我這麼青年的警察 因為好友誼都說 自己是刑警察嘛 我會不會人家接受喝花酒 然後我就這樣子去 做出對不起國家社會的事嗎 對不對 難道所有的會選都不要查了 為什麼 我會不會的區區500塊 就把票投給對方嗎 如果你的理論是對的嘛 所以你胡說八道鬼扯淡嘛 很簡單嘛 所以呢 那麼該查就查 違法亂記的事情呢 那麼不管他怎麼說 你該查就查 不用去管他嘛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個人特別有感的就是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嘛 特別有感的就是那個 那個溫阿準你知道嗎 溫阿準呢 因為這幾天大家也在搶溫阿準嘛 因為民進黨終於回籍了 非常好 侯友誼一直講說 溫阿準 因為我的那個車子 那個保養廠剛好在樹林 從這樣一路 從樹林這樣一路過來對不對 樹林五谷泰山 你知道多大嗎 你知道多大嗎 三百九就七公斤 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因為那個鐵籬巴上面都寫歌 五十年做不到 我侯友誼做到了 好像他多了不起這樣子嘛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旁邊還有個封江段 封江段就是在 緊接著這個所謂的溫阿準 封江段還有三百公頃 總共加起來有七百公頃的土地 那麼最近這幾天對不對 一直在吵這個 民進黨也在打這個溫阿準的事情嘛 因為剛剛大家不是講 剛剛從那個 從家凱的身上看到的那個 白色的建築物對不對 我個人是認為這樣 如果人家是合法就放過人家 如果你家的房子 有像那個白色建築物那麼大 票投給他們 票投給國民黨 為什麼 不是在那邊講鬼扯淡 那個所謂的居住正義嗎 不是在那邊講說年輕人 要一千五百萬貸款嗎 免投機款嗎 不是講得非常好嗎 那麼我請問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現在溫阿準 為什麼只有四出1.8公頃 然後不到百分之一的土地 只有兩千一百戶的 這個相關的青年住宅 我們現在要求的不多 他一萬戶就好 一萬戶就好 分散開來 我剛才講的 那很高的嘛 那好友宜 將近四百公頃的土地 不好意思七百 七百喔 後面還有一塊是不是 好友宜就說沒有人抗議 你是眼睛給我老婆告訴我嗎 我女兒就讀那邊的大學啦 我在四年來 那邊附近滾來 跑來跑去對不對 我還特別全部拍照 人家抗議了 紅字紅布條白布條 我全部都把它拍下來嘛 還為了因為這樣子 先拍 先拆 最後一兩千個停車也沒有了 這些人沒有地方可以停車 你知道嗎 這當地的一個困擾嘛 前幾天才去市政府 這邊抗議而已嘛 人家一直抗議 後來沒有整首 但問題是 進出路邊的很小條嘛 那麼他們後來怎麼 等於說去相關的反擊 新北市政府說 有 我們有規劃 兩千一百戶而已 廢話 你知道嗎 先拆一個財團 有辦法把其中一塊放下來 蓋豪宅 蓋大樓就好了 蓋商城 你知道有多少錢嗎 你新北市政府拿一點點 你知道嗎 他們可以賺多少錢 他們說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蔡英文總統才頒獎表揚 他們新北市政府 相關文阿淳有功的嘛 你以為頒獎表援 你就了不起喔 南朝縣長李朝青 當年 當年 觀光滿意度各位 外觀 我問你 受到一致的肯定 最後怎麼樣 最後 因為貪污 所以判了450年以上 我就抱歉說 剛才有他春秋戰國 關他到中華民國 你知道嗎 倒台六百 正常人倒台 連共國國民黨的館長 2007年幫馬英九 他拍我的 我準備好的廣告 只是他後面有一句台詞 沒說我準備好貪污了 你知道嗎 你沒說明了啦 誰說你現在得獎了 你就下去不去 沒錯啦 現在中央政府比較晚說5% 問題是請問你為什麼5% 因為公平正義嘛 這麼大的一塊 就把人家趕走 踩走 然後這些工廠 不管你到哪裡去 然後最後結果拿起來 我跟你講 土利四百萬新北市民 我贊成 就算一萬戶對不對 每一貨賣15萬 給這些年輕人 對不對 那年輕人中間選民 我都贊成 可是最後土利的是誰 最後這七百公頃 不是不是四百公頃 最後這七百公頃 最後真正 真正得到那個利益的 是當地的人嗎 是當地的人嗎 還是我們大家口口聲聲說 那個柯文哲一盡情一盡 我們常常說 拿到他吃人肉的財團 你說到這個 那我就疑問了 因為其實侯友宜之前居住正義的遊行 他也去參加 那有很多人對於侯友宜 他在乎的是說你那個大群館 現在叫凱旋院那棟 你除了你一 你要照顧年輕人 你這個社宅的比例 是不是增加 你們在溫子郡 整個規劃沒土地的時候 是不是老一棟少年家 有一個這個居住的地方遮風避雨 然後講到大群館的 這一個部分 我今天看到報導者 他寫了一篇 他去對比 但是我是不知道說 是不是文化大學那邊 就是地狹人稠 所以他的就是房租有點貴 他說有一個叫熱海飯店 他的一學期大概是兩 1988 19800到28800 就是這個range之間 那我想我那時候住宿舍 大概是六千塊 六千塊 但是他講凱旋院 一個月的月租金要一萬六 那如果說一個月 不是一學期 而且是一學期是有漲價 就持續再漲 因為他又漲到一萬六了 那這個部分 用紅我清稿 那你如果說 你在乎居住正義 剛剛瑞德哥提醒的 那個青年社宅是不是要處理 不能只蓋兩千一百戶 還有那個凱旋院的部分 你是不是也展現你的誠意 你選總統的人 你不是已經有心要給那個 一千五百萬的免頭期了嗎 你是不是在還沒當之前 你可以先做的東西 先給年輕人有感 你可以先做對不對 其實侯友宜是一個 他所要塑造的人設是 他是一個長期的 這個公務員愛國的警察 然後他很有正義感 但是他選總統之後 其實真的一項一項破功 剛剛講的這個 他要講居住正義 剛剛講樂群館是一件事 大群館是一件事 現在叫改做凱旋院 你租金怎麼不降 你租金怎麼不降 你要知道文化大學的學生 是很難去租到好的住宿的 但是人家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熱海飯店 他就要上去去蓋一個宿舍 然後他的租金 現在規劃比你侯友宜的大群館 還要便宜 這是一個就是你表現出來 跟你可以做的 你都沒有做 誰會相信你 第二個 他當初提的這一個 一千五百萬的貸款 這件事情也是一樣 被卓冠廷發現 冠廷又說一千五百萬 剛好是什麼 消化漁屋 新北市的漁屋 他的均價就是一千六百萬 但事實上所有人也都知道 你提這個就政策 根本是在土地建商 就是為什麼土地建商 你在穩固房價 當漁屋太多的時候 年輕人買不起的時候 就不會去買一個 一千五百萬以上的房子 我當年在買房子出社會賺了半天 我才買五百萬的 還要貸款貸那麼久 那時候我還一邊在繳房貸 應該是買得蠻早的 也沒有很早 現在五百萬 沒有 所以買到很郊區 而且買一個老公寓 很老的公寓 年紀比我還要大 在我出生之前 就蓋好的公寓 那你現在 這個就是年輕人會做事 那你提供這個是什麼 那有點像什麼 放你知道去鑣場 鑣場當你籌碼都沒的時候 他會主動借你 他要讓你繼續玩 所以現在網路上才有一個 這個梗就是說 好 侯威說我給你一千五百萬 讓你去買 然後等到過幾年 你開始在還房貸說 侯老大沒有錢了 你們家的事情 我已經當算了 趙阿芳 趙阿芳有講 又沒有強迫你買 這就他們的態度 又沒有叫你買雙北 同樣的嘛 你去 我就說 你買在中央商賣上面嘛 對 你可以買在那個 大群館旁邊 你有本事去買 我那個沒有亂講 那是趙阿芳在 對 大學會回學生 而且趙阿芳的態度就是說 又沒有叫你買 你可以自己選擇 這個是一個自由市場 他就是這樣 這是第二個我要質疑的 你的政策 其實也不是真正的說 對於台灣的年輕人 有多麼的 真的出於居住正義的想法 第三個要質疑的是 年輕人很在意的 不只是我買不買得到 你看時期這麼年輕 剛剛都這麼在意的 這個叫做相對剝奪感 為什麼他爸爸沒有辦法這個 你現在選總統的人 我先問你侯友宜 你對於 你們國民黨這幾個 立法委員的這些豪宅的態度 是什麼 這對年輕人來說 不是說你們家好賣就好了 就算你都合法 但我不相信 你們家好賣就好了 為什麼你們家可以 那你對這些要不要表態 這才是你真正要 你對於這個居住正義的 想法是什麼 目前為止 他的經濟政策講不清楚 對於這塊也講不清楚 對於大群管的事情 他是迴避 那你沒有一件事情 你真正要處理的 誰會相信說 你真正選上總統之後 你是有心要處理這些問題的